比如说今年变个小目标 最想尝试什么类型的片子 或是什么类型的角色 我还是想要尝试一些 比较有主题性的一个电影 就比如说 它是一个非常励志的 或是比如说它是非常的 意想不到或是科幻的 跳脱就是不是在扮演一个 傻白甜 或是一个古灵精怪的林家女孩 其实你说到角色 留给大家最多的角色 还是应该在明星大侦探里面 从最早的鬼学界到后面 对 因为可能大侦探 就是有一个很多样子的我 但是跳脱在大侦探之外 我觉得比如说 我可以演一个阴沉的角色 这种 你这个样子让我想起了鬼可遇 就是还是会让我 套到大侦探里面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 还是让大侦探让我演一个 比较阴沉的角色 所以还是要期待一下 说不定今年大侦探就会有一些 可是大侦探通常我一讲话 然后就破功 但是我希望我在戏剧上 我可以跳脱出带给快乐的另外一个样子 明白 我觉得这是多面的展示给带 挑战那欲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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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